阿拉巴六弯然后看到了这个火腿店啊帕尔玛火腿 这个火腿店还是挺有意思的 你看有西班牙火腿 然后这还有一种帕尔玛火腿 我们到这个店里面去看一看 帕尔玛火腿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三大生火腿 其色则嫩红 口感于火腿中最为柔软 帕尔玛火腿历史非常悠久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年 正宗的帕尔玛火腿不能使用任何化学物腌制 只能使用海盐 正宗的帕尔玛火腿一定有两个金色王冠的认证 并且里面写着帕尔玛 帕尔玛火腿特别适合和哈密瓜一起使用 让你立马觉得人间值得 西红花 就是咱们的藏红花所在的 这个就是帕尔玛火腿 还有各种萨拉米 我们就是真的纯正的吃货 走到哪儿 吃是比较 品尝各地的美食将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库拉戴罗是意大利的火腿之王 因为产量稀有 所以很少有人认识 它比帕尔玛火腿更高级 用马苏里拉芝士产生的乳清喂养 令库拉戴罗猪肉更柔软甘甜 库拉戴罗火腿比帕尔玛火腿的风干时间更长 库拉戴罗是猪后腿臀部最有肉的部分 而帕尔玛用的是后腿肉 由于产量非常稀少 所以一般只有米其林级的餐厅才可以吃到 这就是更老的 更老一些 这个是110EQ 尝一尝 尝一尝 这是36EQ 一公斤的 一公斤的尝一尝 这个是36EQ 对吗 36EQ 尝一尝 很多人说这个食物是45EQ 当然很多人都卖36EQ 很好吃 很棒 用这个来一公斤 咱开我们尝了一下后面的这个火腿 这边火腿真的很棒 有个帕尔玛火腿 基本上火腿都各有各的风格 和各有各的特点 没有哪个更好或者说特别好会怎么样 但是所有的这些火腿都很好吃 非常好吃 有机会你们一定要来意大利 一定要试试日意大利的火腿 我们现在再买一点 上里巴再准备再买一点 这是110EQ 一公斤的最好 世江最好的火腿 就是意大利最好的 好吃 它跟西班牙火腿不一样 它比较咸 但是味道呢也很浓郁 特别好吃 不一样的味 看意大利老太太还在那切奶酪 就是 也是那个 怎么准备切的那个奶酪 你知道那个当地最有名的是这个 真子酱 因为它提尔蒙特大区 它产那个真子 所以当地的真子特别有名 我们也买了好多野生的真子 回家去烤 然后这是它出的那个真子酱 所以你们来这儿 一定要买一瓶这个 回家粘面包 特别好吃 特别浓郁的真子味 我一直以为 我一直以为皮尔蒙特产的最多的就是酒 就是巴洛洛 就是酒 它的酒当然好了 它的酒是意大利最好的酒王 巴洛洛 它这产蘑菇 产榛果 各种坚果 对对对对 这地方真果坚果栗子 什么都产的 对 对 你看我们的我们的师傅 还在给我们继续切 你看好像这种都是鲜奶酪 这种都是鲜奶酪 然后其实我们在国外吃的很多都是那种成品奶酪 但这些呢 是这种特色店里面的就是现做的鲜奶酪 这是松露的 Dartuful Dartuful 那个奶酪 阿拉伯当地做的 皮尔蒙特大区的那个鲜的松露奶酪 是白松露 黑松露 黑松露 看啊 这就是把上面切锅的 所以要把上面的那个脂肪 那个皮要切掉一波 这样才可以聚集切 店里边特别有意思 你要是买点什么东西 你看这俩爷爷 就是店里的就是圣诞蛋糕 现在就是这个生蛋蛋糕 就是这个 特别特别特别好 可以切上来一块 很好吃 非常好吃 这个是蛋糕 就这一季 特别软特别好吃 一大利人特别热情 就是在店里边 刚才刚开始我们进来 然后我就怕胖 所以没有 然后但是我看大家都吃特别香 好像不吃还不成胳膊 特别好吃 它里面是 你知道这个特别像什么 特别像中国那种果料面包 它里面放了好多果料 这也是我的作用 每年到圣诞季的时候都要吃好多 你吃了吧 我真胖死了 吃吧 好了我来 对于这个 我从来没有抗拒过 因为特别爱吃这个 每年在圣诞季的时候 欧洲圣诞季的时候 从这个刚开始出 然后一直到打折 然后一直在买 只要吃完就没有 吃完就买吃完就买 太好吃了 这个东西我太喜欢了 而且欧洲价格真的很便宜 这个东西 有的从二十几块 三十几块 十几块 五六块 七八块 都有是吧 最贵的也有贵的 有贵的是手工的那种 差不多五十九 五十九左右 五十九左右 对贵的 然后也有便宜一点的 也二十多的 不等了 然后超市卖的 甚至于打折的时候 能到五块九这样 所以说每年我是 从上市一直到买到打折 一直在折 分别是一公斤一公斤 一公斤一个是五五五百 五百克 一个是五百克 一个是一公斤 这一点五公斤 对这个是 内置的 就是特别好的 那个一百一十欧一公斤 这个是三十九欧一公斤 买两种 还是不错的 我们的意大利老哥就干这 这点活已经开始晕菜了 你看手上拿了多少瓶 钱匣子也开开了 然后开始这条算上了 特别热情 人意大利人特别热情 特别好 非常非常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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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人老哥刚才就给我们吃这个 切这个面包给给大家吃 然后那边弄点什么肉 就给我们吃 然后弄点那个 那个弄点那个 香肠也给我给我们吃 哎呀这人太好了 太热情了 好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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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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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呢 我说好了晚上 轻时轻时不吃了 在这个村真忍不住 最后还是来到了餐厅 酒店的餐厅啊 就是我们已经把晚上的那家餐厅都推了 就说今天吃的太晚了 不吃了 然后说到酒店的先控一控 结果那个味道 那个白松露的那个味道太香了 一走到这儿来喝了杯Perseco 喝了杯咖啡 受不了了一闻这味儿 马上冲到餐厅继续吃 我们点了一瓶当地的气泡酒 然后这个当地特有名的一个气泡酒 一个 这个在法国叫 法国的产地限定叫地区叫香槟 剩下的地方叫气泡酒 在意大利叫Perseco 在西班牙叫Gaba 对 这边喝气泡酒就比较不讲究 这一个杯子就卡进去往 这已经喝了半天了 就不像法国 可能他要一个香槟杯啊什么的 但也蛮好喝的 这个酒 我反正忍不了了 我接着还得再来白松露 要不然这事儿了 又得闹心一年 我感觉他这个酒是红葡萄尿 很浓郁 它是红葡萄尿的气泡 我感觉 好 小重量车又撑起来 谢谢 然后开始 OK CBO MESI 然后 只要你喊停 马上就停啊 好 CB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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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 停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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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这个玩意儿,白松露太香了,太好吃了 白松露配鸡蛋,简单的东西配简单食材 这是塔塔牛肉配白松露 这是我的最爱,在阿拉伯这个地区特有的一种面 看着完美,看着完美,绝对完美 尝尝我的面 这我特别喜欢吃这种面,这个面就当地有,是手工的面 真好吃,完美吗? 完美,特别清淡,我太喜欢这味儿 喜欢吗?他这个什么都没放,所以特别清淡 淡了一点,白松露还是不一样,白松露的味儿太赞了 香死了 白松露和鸡蛋是绝配 你看我们刚刚吃完碗出来,它又是湿湿的这个地 它永远下的雨都是毛毛细米 然后就永远不会下大雨,也不会干到 所以它能铲出白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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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感谢观看